選擇宗教 社會主義國家無選論 越南是開放讓你自由選擇宗教 答案是你不能打著宗教的名譽去 然後賺錢 練財 做出一些對共產黨有威脅的事情 你這個宗教就被滅掉 舉個例子 很簡單 你們台灣的慈濟 慈濟很厲害 哪邊有災難政府還沒動 他們人已經到那邊去了 前年我們越南這邊天災越南中越那邊淹水 很嚴重 那個慈濟突兀一下就已經到那邊去 症災發米發一大堆的 結果大家都知道 慈濟 共產黨已經被 虎掉了 國家都沒動 你們先動啊 你不是擋了動產黨的光芒嗎 你完蛋 後來給他們打壓 你那個捐助什麼 全部給扣稅 扣得很重 百分之二十五 你捐一千萬 扣你百分之 那個兩百五十萬 隨機聽了就賭啦 呵呵呵 不來啦 不來就算了 沒關係 反正死我們家的人就不死死你了 做出那些蓋過他們的光芒這樣就好了 他們這裡不接受法人工 當然沒有像大陸打壓的那麼厲害 但是不接受 這邊也不接受什麼賣神弄鬼的 你單純蓋個廟拜拜可以上香可以 但是不能求槍 求槍啊 拐杯啊 這都不行 酸命不行 應付 還有你們台灣人 呼 喂 我跟你們講那個不行 你那麼厲害 神明護身 到江湖都把你抓起來一關 我跟你們講我這檔機 bab 你不對不行 我跟你講 那個比神明還厲害 我们这人拿最厉害的神明的习乎那把 我告诉你 我们越南人家家户户 有两项宝不能少 不管你姓什么叫 但是一定有这两项宝 一 胡志明的遗照 一定有 二 我们国家的国旗 这两项东西一定有的 每一个家庭都有 而且这边 过年过节 国旗一定要插在门口 不插勒 我问得好 罚钱不讲 你们家会被列入黑名单 黑名单会怎样 当你需要地方政府给你盖章 还是签署什么 或者小孩子要申请入学 他通通不给你帮 那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叫你挂个国旗 你不挂 你等于陌生抗议 你对这个国家制度不满意 你既然不满意 根本我不需要替你签 不需要替你盖章 你自己处理就好了嘛 那你是不是自了 自了吗 哦 所以我跟你讲 一到假日 中药日子 大家乖乖的 共亭查 所以一路上你们发现 你下轮往回来路上 很多有查国旗 有没有 路边 为什么有人差有人没有差 哦 因为这段情商没有什么节日的 就是很多人国际差了不拿下来 我们家也是一样啊 哦 因为像我们常常外面跑 好几天没回家 大日子什么都我们都在上班 你没差都要自了麻烦 所以要为忘了就怕忘了 所以干脆一直插在那边 我都习惯这样子 一年365天 我什么时候换 因为风吹一打会烂掉 旧掉 我都习惯这样 快过年的时候大扫除 啊对 扫除的话就花一支新的 插在那边 都习惯了 哦 我跟你讲去年 我花一支新上面 我跟那个死灵却可以偷画 你知道吗 第二天早上变成旧的 他们家变成新的 国旗边有多少钱 他也偷 我没有给他要回来啦 反正的话 去买一支新了 现在我们把它全部插到二楼 怕爬不上去 爬上去就叠死他 我们家每年都有奖状诶 模范家庭中党爱国 小孩子考试可以加分的 有罚比我小 鼓励你去做这种事情 每天插着啊 准时插 他就会奖状寄到你们家 插个三根好了 拍那个马屁也拍得太离谱了 一根就好 所以你们这次回国 必买的三样东西 一我们国旗 二我们阿爸的遗照 因为反正你们现在台湾蓝的不能相信 绿的不能相信 改新共产党 国旗插在门口 以后保你们平安 还有我们阿爸的遗照 挂在大厅那边 客机那边 扎暗三根 腐白有薄皮 第三样东西一定要买的 我们每个男生买点绿帽带回家 我们这边有那个绿帽 很有意思 共产党的帽子 越南北方的特色 绿色 前面有颗星星 路上有看到的男生在带 戴绿帽 我跟人家讲 对越南男生来讲是有荣誉感 你们带绿帽的话 我讲不要笑 绿帽自己买没有关系 别让老婆送就好 这才带绿帽的意义 哦 这里绿帽 越南 不是偏绿色吗 没有我讲的这个圆的 以前是钢盔打仗的时候是钢盔 后来是用塑胶的 两大十级抗战 抗法抗美 我们都得到胜利 我们以前阿兵哥都是带那种绿帽 越共游击队 绿色在越南人的字典里面 是代表胜利 市区里面那个大楼 下面那个总马灯在跑 报股票 你看到绿色 跌到脸都绿 我们的绿色每个箭头都是往上 红色 你们开红盘赚钱了 我们这边打仗的时候 看到红色中枪流血死 悄悄 我们红色是第二 我们绿色是长 所以人买顶绿吗 这边开到那个老城区 老城区那边的话 街道都宅宅的 啊小小条 本来这个城市的话 早期是和那个法国居民 是都规划的 容纳50万人口而已 但是现在已经600多万 爆增 哦所以现在政府就在二十多二十年前规划河内的这个西边 盖一个新城 慢慢的话慢慢就移到那边 这边都是旧的东西 高楼大厦比较有规划的那些 哦来 高拔来右边 然后那个那个柜子里面 哦狗藏 高桃里奥 多两盘来下酒 哦赞 等一下可以买吗 哦 等一下可以买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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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会不会拿自己 哎那个就很难讲 那啊聪明一点的关到AA赶快就移民了 哦 那怎么不可以 反正就持官的话就溜了 想办法都些很多现在都想办法溜了 中有有被查 最近我们也是闹得很大 我们一个交通部的部长 然后被弄下台 反正政敌互相互斗 我们的总理被斗下来 哦 国会主席被斗下来 好几个被斗下来 被关了 再去关了 别讲啊 我最明示贪污 抓到贪污 其实上他们内斗而已 大家都知道 反正我们人民 哦 新闻听他报什么 我就信什么 就听什么 他把嘴的话呢 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好处的 就听一听算了 看他们在演戏 那些政客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里最会看最习惯他呢到路边 摆个小桌子 几张小凳子 也要做行李啊 卖茶 泡茶 得口可乐 在越南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在我们路边的茶汤 冬天喝热茶 夏天喝冰茶 很多男生不做事就在那边花呆 喝茶抽水烟 哦 等一下你们做那个店名字在绕36间 你看得到很多 老外他们学他们 老外讲你烟 香烟抽很大 我们这团谁有在抽烟 哦 一天有没有抽一包 哥哥 好不好 没有一包啊 两包啊 改抽我们的水烟好了 那个 你抽烟抽那么辛苦干什么 吸我们那个水烟 一口 就是一包香烟 一口就是一包香烟 哎呀 那个泥固丁的那个浓 哎呀 还好啊 哎我们都飞很强好不好 我们每天在吸这种空气来讲 已经锻炼的很强了 嘿嘿 对 中果有辣 呵呵呵呵 习惯就好 这样 那你的这个绿化也做得非常好 还好有这些树 不然的话 我讲 哦这边夏天很可怕 夏天的时候 很热 市区这边很热 上不了 那个热气上不了 他们这个 那种类似那种盆地上 南越没有这边 没有北北 南越没有冬天 但是好就是 他那个傍晚之后就会凉凉的 你这个车子是行的 对啊 是行的 我 其实是比起还不错 这是 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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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